欢迎收听《老纳要还俗》 作者一梦黄梁 播讲欢迎宫 第586章 慧眼下的惊讶 你是谁 些会儿不认识这个人 我啊 我是附近的渔民呢 我们有船啊 要捞人的话 我们可以帮忙 你可以叫我大光 矮个子男子说道 帮忙 免费的 些会儿的弟弟谢雨问道 大光一听 啼笑肉不笑的就乐了 弟弟 你逗我呢 我们是渔民 鱼都不打了 帮你们捞人 你还想让我们免费 我们也是穷苦人家 靠打鱼过日子 武功一天 那可都是钱呢 给钱 我们给钱 你们要多少 谢会儿心里惦记着林志仙 立刻问道 不得 一万 大光直接开口说道 是 什么 谢会儿 谢雨同时惊呼道 四周的人也是吓了一跳 其中一人呢 忍不住叫道 哎 你们以前不是八千吗 怎么一下子涨到一万了呢 猪肉以前还有几块钱呢 物价涨了 我们自然也跟着涨 这位女士啊 别怪我没提醒你 早捞早得呀 晚捞 那可就不好捞了 你这要是被大水给冲远了 捞不到 人在水里 就算死了也很难受啊 若是被鱼给啃了 哎呀 惨啊 大光一脸可惜的表情 这些话说的人呢 是心寒无比 谢会儿的脸色 也越发的难看 然后说道 就不能便宜一点吗 我没这么多钱呢 哎呀 这我就没办法了 你看那边啊 我们的船 上面四个人 加上我们岸上帮忙的 一共八个人 八个人帮你捞人 还不一定多久能捞上来 收了你的钱 一天捞不到 那就要捞两天 两天捞不到 那就要三天 你看我们收的多 但是我们这里的风险 可是我们担着呢 而且平均一下 一个人才一千多块钱 我们不捞人 有两三天的时间 也赚这些了 大光说道 谢会儿和谢雨啊 都是附近的人 虽然说不懂 但是两个人 又怎么能不懂呢 眼前的大光 水里的白纹水 是个什么东西 他自然也清楚 以前是看别人的事 觉得那些被坑的人很傻 今天的事落在自己的身上 他们才明白其中的苦楚 别无选择之下 又能如何呢 两位 快点给个结果吧 要是捞呢 就赶紧给钱 我们立刻动手了 要是不捞 我们就走了 大光说道 捞 给我捞 谢会儿见大光真要走了 就急了 赶紧叫道 哎 这可是你说的啊 那我们可开始捞人了 大光说道 姐 这么贵 你给了他们 你还过不过日子了 谢雨低声说道 人是活的 总有办法过去的 我不能让纸仙 沉在水底里上不来呀 谢会儿哭道 谢雨叹了口气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他还能说啥呀 大光确定要捞人了 挥手是一白温水 白温水也点了点头 那船就靠上岸了 大光道 运气不错啊 刚刚的一网 刚好捞到了人 走吧 过去看看 是不是你们家的那人 什么 你们唠叨了 谢雨一听顿时就急了 同时愤怒的说道 唠叨了 你为什么不赶紧上 送上岸来抢救 没准还能救活呢 你嚷嚷个什么呀 人都死了 上不上岸有什么用啊 大光不爽的叫道 可是你们 谢雨正要争论呢 大光直接一挥手道 最后问你一句 尸体要还是不要 不要我就扔盒里 你们自己捞 要的话 拿钱 说那么些没用的 他自己吊盒里的 我帮你们捞上来 这是做好事 到你这儿 还成了谋财害命呢 呸 告诉你啊 有证据 你就拿证据说话 没证据 就别乱说 谢雨文言 那是气得不轻啊 但是正如大光所说 他心中想的 再清楚也没有用 凡事 你要有个证据 更何况 他也只是猜测 是不是真的 如同他猜的那样 他也不知道 我去看看人 谢慧已经是身心俱备了 丈夫溺水 他整个人 就跟丢了魂似的 面色苍白 走路也是虚浮无力 看得大家是微微摇头 有些心疼啊 妈的 一群吸血鬼 这个时候啊 方正边上一个 果子脸的男子 低声骂道 他就是刚刚下水 救人的好心人 也是坚持到最后 实在没办法 才撤下来的 方正上前说道 阿弥陀佛 是说 此话怎讲 怎讲 这还用怎讲吗 撤球混蛋 仗着游船 每天不打鱼 就是在河面上晃的 一旦有人落了水 不救人也就怕了 还阻拦别人营救 前不久 还有一个人 因为被他们阻挡 努力了好几次 最后脱力 也淹死在水里 那兄弟的家人来了 他们一样卖尸 这种人 这种人 屁 简直就是毒瘤 果子脸的人骂道 方正一听啊 心头一震 手也是跟着抖了起来 他本以为这些人 已经够可恶的了 万万没想到啊 他们远比自己想象的 更可恶 果子脸说完 看了一眼谢会 摇了摇头道 我已经是尽力了 方正道 既然之前已经有了先例 你还下水 果子脸一仰头道 哼 我是华夏两江人 说完 果子脸转身离去 很简单的话 但是其中的震撼 却让方正全身的血液 都加速了 明知道其中的危险 还冒险下水 不畏钱财 不畏名 仅仅是因为 他是这里的人 作为这里的人 弘扬一股子正气 仅此而已 这是民族的骄傲 这是地方的骄傲 在支持他这么做 毫不犹豫 奋不顾身 对于这种人 方正只能想到一个词 去形容他 什么词 英雄 方正双手合十 对着果子脸的背影 微微行礼 念了一句 阿弥陀佛 同时啊 慧眼开启 下一刻呀 方正吓了一跳啊 不是因为果子脸的 那个身上的功德太多 而是方正惊讶地发现 在场的许多人 身上的功德都不少 虽然还达不到凝聚莲花的程度 但是这些人身上的功德明显远远大于业力 这种平均程度高得吓人啊 方正一眼扫过去 几乎一片金色 不过最终方正的目光 还是落在了果子脸的身上 只见他头顶有一个箭头 指向北方 方正想了想 从背后的袋子里 拿出纸笔 粪笔一书 写下了几个大字 交给了松鼠 松鼠表示明白 瞅一下就窜了出去 追上了果子脸 哎呀 果子脸的心情很糟糕 救人在他看来呀 那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作为两江人 则无旁诞 真要是自己努力了 救不成 他也只会低落 但是每次看到 白文水那群人 拉着尸体赚钱的时候 他的心呢 不必的沉重 可恶心 本集播讲完毕